大家好,我是三豹,这是新节目处女座第一期,也不算是节目了,就是每天随便解说两场比赛吧 这边是找了好多的录像啊,都是韩国的这些人在自己的Africa上面直播的第一视角 然后从里面下载下来了一些其中挑选出来可能会比较有意思或者比较精彩的这么一个对局 现在是火星在打小号,第一场火星是开了一个小号,然后在天梯上就随便的排位 而且他还使用了自己的主种族重组,你看就是司马昭之星路人皆知,他要大秀全场 这个碰到的神龙选手分数都应该都是比较低的,所以就看火星是怎么来虐待他的 这场也是排到了Python的,好久没有看Python了 因为在最近一段时间的比赛里面,Python这张地图是没有出现过的 大家都在打什么导箭神域,淘金射之类的,然后在天梯上感觉Python也是被排的概率非常的低 好,这边是神龙选手的ID,非常的不起眼 Python这张地图的排到的几率远低于断路器和斗魂这两张地图嘛 所以看的都让人有些审美疲劳 这边火星这房子也是很规矩的 第一时间去探禁点,也没有说斗斗藏藏,时间就探到了 你看神族就在禁点 看到了一个禁点的神族的话,火星这边就比较担心了 因为Python禁点的话,正面的一个野兵营炸士会非常的近 所以火星这边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开局 哦,他取消掉了自己的房子 你看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选择,取消掉房子 然后直接是酒地裸霜 这样的话二矿速度会非常的早 然后家里面再补一个农民 再应该是马上的补房子补狗石 要的话虽然会前面浪费重卵,少一些农民 但是你的整个的一个就是二基地的速度 还有狗石的速度都是要比裸霜快的多的 比12地裸霜快的多 你看这里开的精通了 他没有先补房子,先补着狗石 这样的话就杜绝了你罗手我的这个危险性了 非常的安全 你这个贼道来的时候二基地都好了 到时候在前面不无地宝什么的 那也是美字字 你还要那火星玩操作啊 火星这个人的手速 这得是他的几倍啊 哎呦,这个流程很有意思 你看还补个气矿再偷个农民 因为房子好的时候应该还能够直接补狗 这边火星的一个房子的时间好像 会不会等狗石好的时候房子还没出来 看这房子出的很慢啊 这个神族以为对手是12地外霜 结果搞了一个裸霜出来 这个BF下的太慢了 火星这波狗过去要给他直接咬死 哎 啊,现在狗石好了 哦,房子时间差不多 哎,狗石好的是今天房子也出来了 然后两个基地开始去狗 然后拉了六个农民过去 哎,叫你仙基地 啊,仙基地打12地外霜是没问题的 但是这个神族选手太缺乏经验了 以为对手是一个12地外霜 也就是一个12地外霜 所以自己就先下基地下地宝 下基地下蝙蝠 完全没有想到啊 火星这边居然还有这种一个肮脏的开局方式 就是9地外霜 没见过,哎,吃了这个没见上的亏了 毕竟城里人比较会玩 这个当着农民的面给他都喷光了 哇,正好6个农民喷地宝喷的贼快 哎呦,还还还,操作操作 哎,你看吧 狗来了,来呀,来呀 哎呀,战斗啊 八条狗怎么办 这是一场CVP的农民 是吧 连机器都不打 哎,所以这场太短了 我们直接看下一场 好,马上来进入第二场啊 这个第一期节目里边放两场VOD 以后的话应该比较长的那种VOD的话就一场了 因为刚好那场其实不算 就是看一个奇葩开局而已 那这场的话随着到了一个 匹配到了一个人租选手啊 这个人租选手的话非常有意思 他居然没有进到Nostalgia这张地图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张 这个是一共天梯上的话有6张地图嘛 然后大家可以自己禁掉其中的三张 然后只排三张 然后其中呢被禁的概率最高的 就是这一张Nostalgia这张地图 因为这张地图实在太古老了 可以说这张地图在作为比赛正式地图的时候 我都还没有看星际比赛呢 也可以想象它是多么古老的一张地图了 这张地图呢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自己的R矿是没有气矿的 所以这是一个大家的科技兵种都非常的专金见肘的地图 从现代点过来看的话 虫族二矿如果没有气矿 几乎是没法打的 因为人族和神族都可以 对气的要求稍微低那么一些嘛 但是虫族的大杀气全都是很依赖气矿的 对手这个人族选手居然是不搬掉 可能也是对自己的一个地图适应能力非常的有信心嘛 觉得这张地图算上自己也可以随便玩 因为毕竟虽然是古典地图 但跟现在地图也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比如说这张地图的R矿到路口 这块是一个特别经典的双桥模式 这个双桥模式后来被利用设计在了一些其他地图上 比如说现在比较熟悉的段路系 门口就有双桥 还有像以前比较流行的一张地图叫Destination 大家也是打了很长时间 然后除了能参展之外 第二最非主流的地图应该就是Arcadia了 这个世外桃源 这张地图也是现在在天梯上不知道为什么会存在 很奇怪啊 为什么别的地图不放放它 那张地图的话 其实就是有点像安卓没的 自己门口就是 就是自己家里边是二三框连开的 然后三框没有气 也算是一个相对虽然是很古老 但是起码是一个正常一点地图 可以说最非主流的就是这张Arcadia了 但喜欢打这张地图的选手的话 很可能是星亿已经玩了十几年了 然后就那种超古典的选手的 这边在打这张地图的时候 我们的火星的选择居然是要搞一个裸三开 你看他这边是不停的在补农民 而且补了非常多 如果是多补一个农民 然后下气矿那种就是一个甩飞龙解冻流 但那个招数的话就得是科技搞得那么快 但是又没有二气的知识 其实就感觉挺尴尬的 一个裸三开不错 这个地图虽然没有气 但是是矿多呀 那么水晶多 所以需要用更多的冲卵把它们用掉 先搞一个三开出来爽一爽 反正8BBRA是什么呢 在我们火星的这个操作面前 你这个又不是职业拳手 那肯定是浮云了 上去看一看 哎呦好古典呢 居然是双兵营 双兵营还不是直接开矿 还先下气矿 哎呦这个打法就太古典了 因为就简直和NOTX这张地图一样古典 都属于是十几年前的一个TVC的战术了 现在已经是多少年见不到一次了 下气矿也有 也不是说不能单矿下气矿 但都是单兵营 然后为了盘科技 想想这种就是纯粹的一个双兵补枪兵 然后出故事的MM打法 已经是实在是太寒线 太非洲流了 你看到他这个气矿的位置还在下面 现在地图的气矿 基本全都在基地上方 因为在下方采气效率会稍微受到一些影响 就没有在上方那么快 这个通过对手的 现在的一系列的一个神态 已经是大致的可以判断出来了 对方应该是一个年龄在40岁往上 就是肯定是 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选手 然后当年自己就特别的热爱玩星系这款游戏 但是那会可能工作比较繁忙 看一看比赛就已经是极限了 自己练习的时间比较少 但还是非常崇拜 像Voxer、Nada当时的这些选手 然后现在也成家立业了 然后儿子也大了 然后整天看着儿子玩PS4 什么侠盗猎车手 什么生化危机 什么黑暗之魂 觉得这好无聊 这哪能叫游戏呢 是吧 这个还是形极争霸是最伟大的 所以这边就买了一个高清重制 然后一边玩 还一边叫人家过来观摩 你看爸爸玩的这个游戏 怎么样 还是什么画面好烂 画面 游戏重要的是画面吗 游戏重要的是内涵 是吧 你看你玩的那些破游戏 整天拿把枪 找着怪 找着电脑 就在那里吐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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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手银有什么区别 你看爸爸这个是真人的对抗 电脑对面坐着的 那也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 是吧 你看我爸爸一会儿好好的虐他 这个游戏讲的就是 人与人之间的一个畸形碰撞 你打电脑就像在自慰 但是你虐人就像在自慰 到底是自慰好还是自慰好 爸你说的太深奥了 我不懂 毕竟才七八岁 不过没有关系 这边爸爸们说 马上我就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给你看 然后你看火星现在就是 完全是被玩弄于鼓掌之间了 他打的什么玩意儿 第一个一碗馅生了狗素 第二个一碗馅生了埋地 然后还自己在家里边补俩地宝 都不补门口 补家里边 人家来打你二矿就瞬间没了 火星吓坏了 结果一进来看 你看从火星变态一般的表情上看得出来 这个人族选手感觉像开了图一样的意识 顽客 你见过人族选手这么稳的 造了护士才敢开二矿 开二矿的时候还要造个地宝 这得稳到什么程度 而且在没有任何侦察的情况下 火星当时就不能忍了 我这些提速狗 还有埋地 我白燥了 冲上来就咬 幸亏操作比这个四十岁的男人好那么一点点 把火病咬掉了 然后总算是能留四只狗上去 我们看这四大天王 有一只已经埋下去了 再埋 埋了四只狗 在敌人家里边做奸细 家里边变俩地宝 这两个地宝变得太尴尬了 我想象不出来这两个地宝变出来到底有什么用 你看这个四十岁中年男人心中窃喜啊 看来对手很菜 跟我当年打的那个对手的水平也就差不多 弄死他 这边死了一只狗 我们的这个四大天王现在已经变成TFBOYS了 不错 你看火星这边 又死了一只 现在只剩一只 还是剩两只 好像还剩两只 这下赶紧得补体宝了 一会人足一怒之下 被你遛狗遛成这样 气坏了 直接A出来怎么办 两只狗 看看这两只狗能不能创造出什么奇迹来 这会儿中年男子正在跟他儿子说 你看这个对手多么调皮 他现在已经被我打的 这只能一只狗一只狗的出来来恶心我了 但是没关系 爸爸在操作 爸爸在操作机箱兵 这儿子你看机箱兵打不过狗 这是这个游戏的设定 狗这个东西嘛 你看看 这个狗咬人 人还能咬狗吗 一只狗咬死一个人 那是非常正常的 虽然说我们也是有机箱的 但是呢 这个是外星狗啊 是不是 这个游戏就是一个机箱兵 是打不过一只狗的 这个所以虫族很阴吧 是吧 人族是很自垃圾 你看我的农民也是 这个狗跑得又快 咬得又狠 这个游戏设计非常不合理 但是爸爸依然是迎难而上 虽然人族打虫族很吃亏 但是爸爸依然用人族 而且打这种对人族非常不利的地图 你看 幸亏爸爸这个平坚丰富的经验 发现了对手的三框 把他的这个开第二个气框的梦想扼杀在了 射击栏里边 他再也别想开出来了 你看爸爸这意识多好 前面还放一个SCV侦察 哇 然后这边 这个不惜重金造了一个防空打 就为了打死刚才白地的那只小狗 连雷达都不够用了吧 火星 这个极慢的科技速度啊 终于步履蹒跚的做出了飞轮 以人族的这个正常的单框 看科技的科技速度的话 这会儿应该是科技球都有辐射 但是没关系 火星说我虽然飞龙出得晚 但是我操作好啊 只要给我一点飞龙 我就能敲动地球啊 然后你不让我开三框 我可以开在另一边啊 总之 就是现在极其被动 但是需要的这波飞龙来帮火星创造奇迹 且看我们火星操作如何 现在八只飞龙 这也是老婆本 干脆本挤出来的钱 哇 这个人族一针新闻剂 差点死了一只飞龙啊 你可以看到别的飞龙都是满血的 有一只飞龙残的不能再残 然后藏在其他的飞龙堆里面去 感觉非常的自卑啊 哦 这个这个刚刚是为了看这只狗噪的防空塔 果然是没有什么用啊 哎呦 这个人族要打的真的复古 你看他家里农民数量 数量相当的少 这种补农民补的很少啊 极限出兵的一个运营方式 也是也是这个 哎呀 果然是一个40岁的男人干得出来的事啊 我记得 很早之前人族确实是也这么打 就是哎呀 我四个人族我都开出矿来了 我还追求什么呢 有二矿我还补那么多农民 哇 打这么长的经济 我开了二矿那四处屈指可数 啊 还补农民 有二矿就知足了 我甚至用一个矿的农民踩两片矿 我都觉得自己的经济好的飞起 钱已经多的花不完了 这都是一些古典选手的 这个一些比较常见的特点吧 火星现在飞龙蓄到了一队一队飞龙 你还想几乡兵出来啊 还敢过桥 还不带护士啊 随便就轻易的包夹掉了 现在这位中年男子的脸上开始有那么一滴汗落了下来啊 正在酝酿当中 他现在在儿子面前正在打着一场不能输的比赛 然后他要告诉儿子自己当年玩的这个游戏也是多么的伟大 自己这个虐待对手的时候和能获得的快感 和儿子玩这个PS4的时候相比 那是要高出不知道多少倍去了 但是现在感觉不仅比较缺乏快感 然后似乎自己还有一些湿润 似乎不太不太妥当啊 这个怎么办 火星倒是很会照顾对手 你看这个时间点 他刚刚吃掉了人租一波主力 他不再去人租家里继续骚扰 他那少的可怜的农民 但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回家里面去运营 让自己马上接下来就可以有一个四矿的经济 四矿三气 然后经济腾飞 然后等人租出门他要来打这一波 人租出门的机要面数量非常多 但是火星这边抓住了对方出桥头的一个机会 半度而机 直接把人租部队是先全监一半 然后再监另一半 这个是相当于是把一个敌人先锯成两半 然后再分别击倒他的左半边和他的右半边 火星真是太有经验了 以后你们要是遇到一个打不过的敌人 你们也可以这样先把他锯成两半 然后再逐个击破 这个火星在这场比赛当中运用出了很多 我们的一个孙子兵法当中的谋略 确实看得出来这个选手智商还是很高的 他甚至开始打字了 应该是打错了吧 怎么会打出字来呢 对面这个中间男子现在心中仿佛有看到了一些一丝曙光 对方在打字 难道他也看出了我现在在跟儿子面前表现 我现在是不能输的一个状况 所以他想向我提出一项肮脏的交易 然后让我让我只要同意的话 他就故意放水输给我吗 但是想来想去觉得这个对方怎么没有下文 现在很尴尬 儿子也是正在聚精会神的看着爸爸的表演 这个游戏到底好玩在哪 这个游戏为什么能够让我老爹这么大岁数的人了 还如此痴迷 为什么他玩的时候感觉像在憋尿一样 这个表情非常的怪异 这一切未解之谜都要在这场比赛当中先分享 现在可以球终于出来了 这个出的速度还是挺慢的 这个以至于火星甚至都要防下空头了 是不是人都想到了一个熟悉赛道可以球 这也是古典选手的可以选择战术之一吗 两个可以球了 那肯定是要带着辐射来了 我们看火星现在在做一件事情 他在给飞龙重新编队 两个两个编在一起 这个就是为了准备一会儿中辐射的时候 可以瞬间把飞龙给散开 因为火星压力实在太小了 所以他现在不仅是想战胜对手 他现在还想骗辐射 他还想绣操作 他还想 他还想好好地来绣一下 让你知道一下 我这个被辐射瞬间把飞龙散开 还不用克龙操作的这样的一个恐怖的技术 好 现在来勾引一下机枪兵 好 骗新闻计 还骗辐射 哎呀 辐射还没放出来 飞龙已经散完了 散早了大哥 哎呦 这未卜先知一般的 人都看傻了 这什么鬼 我辐射还没放 人都飞龙已经散成一个山形了 哎呀 为了绣这波飞龙 火星落海都来晚了 本来可以埋在路口的 把人都给放上来了 那只能用鞋子来喷一下 火星刚才这波简直绣的 绣的天上去了 哎呀 现在这个人都选手 头上抖大的一滴汗 终于是已经 已经掉下来了 已经顺着他的腮帮子 留在他的领口了 哎 这个儿子也是 那个细心的发现了这一点 爸爸现在好热呀 好燥啊 到底是什么 这游戏为什么这么有魅力 能给我爸爸造成如此巨大的一个 生理反应 火星那边飞龙 很有经验 直接到右下去 你打左上 这波我守住了 该打右下了 他直接就来右下 这边守高地门路口 然后高地路口 这边有一个勒克在 那配合这个飞龙的话 守住应该是压力很小 现在直接用狗啃就行了 毕竟是三本啊 狂暴刚开始生 但是 现在火星已经是无懈可疑了 人不去进攻任何一个点 火星都能够守住 然后还有蝎子 然后火星这个经济又特别的好 现在基地数量也补起来了 马上就可以疯狂的爆兵来羞辱对手了 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啊 40岁的人族选手开始展开自己的一个 我估计是最后一波了吧 再往后应该也没什么脸往下打了 已经吃了已经被吃了这么多部队了 再再往后打的话该碰上大象了 这就很难受了 可能这边钱太多了 怒出三个蝎子 这个人族选手不像现在的人族啊 这个他们点的话地图中间应该到时候都是地雷 然后让蝎子不容易走过去 但是现在显然地图中间没有地雷 我们的这个火星的蝎子 只要走到人族门口 人族就可以掏出机器了 你看 哦 直接喷血了 哇 这个老男人哪见过这招啊 一口血喷在脸上相当的难受 好在自己还有三颗一球 可以打一打SK 哼 这个哪怕是数 我也让我儿子看到人类最不可思议的操作 就是SK 啊 就是要有大量的科技球配机箱笔 嗯 就是这个圆圆的东西啊 哎 爸爸怎么只有一个呀 不是要大量的吗 啊 我们这个等会 等会 不忙 不忙 爸爸的操作 一个科技球当十个游啊 这个他们那些菜鸟是什么 你看flash 啊 这个需要十个科技球来打SK 爸爸只要一个 啊 这一个科技球是遇到蝎子放EMP 遇到这个一个蝎子放辐射啊 然后遇到遇到这个对方放荒物 我给火别人加宝护照啊 就告诉你绝对无敌 不可思议 这边火星也觉得挺不可思议的 直接就不会玩了已经啊 放下了两个牛塔 准备一会儿直接用动物园组合来给这个中年男子的儿子开开眼 好中年男子这边不错呀 居然还让火星没有能够开出自己的武矿啊 那不是金鸟兵把冬民打了 哎 操作也可以 你看他并没有因为多线交战就慌乱啊 哦 我顺便开了一片三矿呢 厉害厉害厉害 弄得火星都感觉有些差异了 哦呦呦呦呦呦呦呦 你看看 你看看 好 这是中年男子的怒吼啊 现在在儿子面前 这个爸爸虽然是满头大汗 但是仿佛就抬起了头啊 我不能我不能在儿子面前丢脸 这是作为一个父亲的潜能 马上就要爆发出来了 啊 就身为一个男人 身为一个父亲 在自己的这个家人受到威胁 自己的面子啊 受到威胁的时候 往往都是能够爆发出非常恐怖的一个战斗力 但是现在面对的是火星很不要脸的一大波小狗加勒克的进攻 人家火星特别的羞辱对手 他不带蝎子 他只用小狗加勒克 他仿佛好像故意想着对手防守住 守住了之后自己好转一波大牛 他这样的一个心态啊 真的是骚到家了 这个就是为什么要打小号啊 小号你就是可以不为了胜利而玩游戏 而是追求一些 就是不仅胜利 而且甚至高于胜利的这样一个更高的境界 就是现在火星在干这件事情啊 我们用这个比较通俗一点的方法就是SM 这就是玩小号的意义所在 火星继续的拍狗上 哎呀 儿子一看 爸爸爸爸爸爸 你这个虽然有两个地宝 但是只有八个机枪兵啊 一个机枪兵还打不过一只狗 那对方有这么多的狗 怎么办 怎么办 爸爸说没错 你看这个确实是打不过的 游戏实在是太不平衡了 这是最阴吧 不过爸爸现在有科技球 准备看爸爸用科技球的这个啊 给你好好的秀一秀 你看 马上就把火星的这两个蝎子打死了 爸爸跟儿子说 你看虫子的这个蝎子 哎 那简直就是这一个兵手 如果爬到家里边来 就会形成一次原子弹的爆炸 非常的可怕 爸爸把他扼杀在了摇篮当中 嗯 火星还打死呢 这个怎么 火星 火星难道认识这个 这个中年男子 难道这个中年男子是火星的二叔 啊 二叔别闹了 这个 还是我教大蛇子打星期吧 你这个 你这个 省省省省省省 老人家赶紧去休息一下 嗯 都开始扎自己的地堡了 什么鬼 火星 火星呢 这波大象终于是造出来了 看他现在气花的只剩300了 啊 又是红的 又是黄的 喷 好 这个中年男子也是不黄多让 啊 你你你喷我 我还辐射你呢 哎呦 这个什么情况 为什么要把建筑都飘起来了 啊 火星戴着一脸不解 然后就开始养牛了 走你 嗯 这个时候 终于到了一个劝退中年男子的时间了 啊 顺便撞上他的球 哎呀 你看看 你看看 这个这个关键时刻的这一个保护罩 哇 顿时彰显出了一个 嗯 一个这个中年男子自信与雄风啊 啊 你球呢 球在哪呢 我要撞球 撞上你的球 哎呀 中年男子说我人到中年也是甚不由己啊 你这个整天盯着我的球是什么意思 哎 中年男子叹了口气 看来自己的教育是失败了 以后没脸再让儿子玩星际不玩他那个PS了 这个没想到儿子突然满眼放光的看着星际 爸爸爸爸我也要学这个游戏 那中年男子就很不解 为什么 为什么你突然喜欢上星际这款游戏了呢 儿子说 爸爸我也要苦练技术 打1v1 然后在天梯上把自己所有的对手都虐得像现在的你这个脸色一样啊 想到我就好开心的 哈哈哈哈 爸爸看着自己儿子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好儿子呀好儿子